好,今年4月上旬来到花莲驻村创作并且举办工作坊的日本摄影家 野村惠子是疫情趋缓之后呢 好地下艺术空间迎来的首位驻村外籍的艺术家 之前带来潮之路光之岛驻村成果展 带来他在冲绳和花莲两地 透过摄影镜头记录下的作品 即日起展出到6月12号 也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由冲绳民谣歌手上李邦子弹唱三位线 为展览揭开序幕 出生于日本神户的野村惠子 是由好地下艺术空间总监田明璋 疫情前2018年 透过驻村日集摄影家腾冈雅米牵线 日前在好地下 带来今年4月在花莲驻村的成果展 潮之路光之岛 日本和台湾非常近 沖南和台湾非常近 但是没有距离 而从人专业专业专专业专业专与参观 就是感受的距离 气候的距离 跟人情的距离都很接近 然后这是我希望可以透过 这次在花莲所拍摄的作品 然后可以到 以后在冲绳展示的时候 可以让大家更接近花莲 《女人河水》一直是野村惠子的拍摄主题 至今已出版八本摄影集 办超过40场展览 来过台湾旅行 却出访花莲的野村惠子表示 今年创作和生活都在冲绳 冲绳和花莲的海洋 同样有着生气的记忆 特别带来冲绳和花莲的作品 同场展出 那其实他常年就是关注这样的一个 透过不管是拍摄人像 或自然的景观水火 然后来传达关于生命的一种 渴望欲望就生存的力量 我觉得这个是他主要的一个精神 这一次的话你看到会有很多水 这是他近年还有女模特或是女人 你知道这个都是非常跟大地的孕育有关系 那话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怀孕的妈妈的一个影像 其实这个都有点像是在对抗这个所谓社会的黑暗或是机制 这样的层面的东西 那这个我觉得是他这近年一直关注的题材 所以他在花莲除了拍很多自然的景观 看起来好像是自然景观 其实那些都在引导他 他是朝向这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会看到很具生命感的火啊 水啊 包括夕阳啊 很强烈的夕阳 这种都非常强烈的去描述这件事情 包括这些所谓他拍摄的人像也是这样的呈现 周访花莲大街小巷一个月的时间 野村惠子透过摄影镜头 让被摄影对象卸下心房 真正的呈现在镜头下 也和工作方学员起手连展 前半多个展览呈现一海之隔的台日两地 却有着相似之处的羁绊 接着蒋邦彦博理事报导